爱会慢慢交融 在你我心中 会显得多么不同 每次深情相拥 就好像做一场梦 我们只听到心在跳动 我该如何形容 沐浴在这片爱的暖阳中 你我的温馨天空 也会在风雨过后遇见彩虹 心情如此的放松 已写下了沉重 当快乐充满每秒每分钟 正在双爱的驱动 让幸福遇见彩虹 心情如此的放松 已写下了沉重 这一刻从你温柔的眼中 读懂了爱的内容 当幸福再次扩散天空 会遇见彩虹 我们赢就是杜总赢 我们赢就是杜总赢 咖啡呢 快点 快什么快 买什么买 我不干了行吗 那真是太巧了 我们正打算要开除你这个目无上司 毫无礼貌的野蛮员工 这样刚好啊 就不用我们开除你了 是吧 是吧 对 这也是我之前跟杜总商量好的 公司合并 有人员调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遵守公司制度的人就要离开 彩虹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李总 你不带那么过河拆桥的 行 走是吧 走就走 我还不屑为你们做牛做马呢 想什么呢 我都谈好了吗 来 快签吧 来 哎 怎么样 我的创意可以吧 我 这要做成游戏一定会活 我看靠谱 工作室可以搞 那是 来跟着老大肯定没错 我告诉你们 只要你们跟着我 以后一定吃香的和辣的 说到吃了老大 肚子又饿了 我也是老大 赶紧给猪猪打电话 来做点吃的吧 行 报菜名 哎 一头汤 回锅肉 红烧排骨 红烧排骨 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一说到吃根猴似的 真是 这臭老头 来劲呢 喂 猪猪 哎呀 怎么是哥们 你别小气肚肠子行不行啊 我都快饿死了 赶紧过来给我做饭 啊 那个来的时候给我带点零食 先垫一点 啊 就这么着 哎 这边 真是 许峰 你这 许峰 干嘛呀 许峰 猪猪在你这儿吗 我给他打了一天电话 没人接 猪猪 哎哎哎 别找了 他不在我这儿 我也给他打电话了 还等着他给我做饭呢 这臭丫头 走 走 水 这 许峰 我跟你说啊 猪猪要是找不着 肯定是让你小子给气走的 帮我什么事啊 你是真不知道是吧 猪猪为了给你找工作 我做网身填那些表格 你知道费了多大功夫吗 别的就不说了 你那些游戏专用术语 又长又偏 他就拖着我在网上 一个字一个字地给你查 你呢 对他一点感激都没有 还对他忽来赫去的 什么叫忽来赫去的 那些事都是他自己愿意做的 又不是我逼他的 真是的 够潇洒的呀 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 不是你说谁没良心的 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 能跑到哪里去啊 你这么紧张 你自己去找啊 冲我发什么火呀 够过分的你 说谁过分哪 我过分吗 不是一般的过分 是挺过分 叫我 找我有事啊 清清 我想知道 你是什么时候跟李帅 达成协议开除徐彩虹呢 我们在谈并购的时候 没有谈到这个 难道你想跟徐彩虹 这种低等生物共识啊 我看你口口声声说他 这不好那不好 那我干脆扮黑脸 帮你开除他啊 难道我做错了 说 杜总 大楼保安说 有个大客户登门签约 要求您带公司员工 到天梯口等待 有 大客户登门 原来我们的大客户是他 让我们做狗屋抢生意 像这样的损招 也只有他能想得出来 还是老样子 清清 我们去迎接我们的大客户吧 小姐 不好意思 请让一下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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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让一下 不好意思 请让一下 让一下啊 levels 儿子 卢 尤 —阿忏 王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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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islric业 小姐 嬉 宫敬 啦 我的나 太呢 不要急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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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别急 别急 不要急 别急 不要急 别急 不要急 别急 别急 不要急 这是在等谁啊 怎么排场比明星还大 是 我这个老同学 的确是要比大明星还要受欢迎 有什么可羡慕的 就刚才那些歪瓜裂枣我嘴斜眼的 还想当明星 让我投资 疯了吧 到了 怎么回事啊 干什么你们 大家注意安全 彩虹 小心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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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虹 好久没见了 你是不是又耍灰姑娘这招 来吸引我的注意啊 应该是我问你 是不是又耍三班夫偶遇这招 好 谢谢啊 嘴巴还是这么厉害 不过 我喜欢 欧总 这边请 好 那我先走了 走 你起来 夏虹 你可是第一个打败了 威尔队的业余选手 我想知道 为什么琳达只喜欢你铺了干草的 金窝银窝 而不选择杜帆设计的豪华白宫呢 说实话 狗的鼻子是非常灵敏的 方圆五公里之内 只要有一只公狗 处于发情期 它就能察觉到 所以我在它的窝里 铺了一些公狗睡过的稻草 一心相心 你懂的 就这么简单 就那么简单 损 真损 不过 确实是高招 出其至盛 兄弟 你这个堂堂大设计师 居然输给了一只公狗 我那个吧 是惊艳之谈 不像有些人不识人间烟火 这个一路踩着狗屎运上来的 不识人间烟火 一个非同反响 一个心思灵敞 如果这次我们完美集团的 影城购物中心 能够结合杜凡和彩虹 两个人的优势 我相信一定可以创造出 与众不同 又能结合地气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想请两位 精诚合作 一起参与这个项目 杜凡 没问题 徐彩虹 你明天就来报到 做我的助理 我倒想看看 你的生活经验 如何帮助我这个 不识人间烟火的设计师 不好意思啊 对做你助理这件事吧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要不你还是自己一个人玩吧 怎么 底气不足啊 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你的 没实力就是没实力啊 随你怎么说 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你们这帮人 一起共事 什么意思啊 你们两位先冷静一下 公司要分明 这样 你们先回去 协调好你们团队的问题 我可是非常看好你们这个 全新的组合 怎么办 最后的时间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吗 招彩虹 哎哟 没电了 真是的 怎么办呢 哎哟 英俊 怎么搞的呀 哎哟 奶奶 哎哟 怎么办呢 奶奶 哎 您在这儿干嘛呢 没事 我找不到家了 哦 没关系 那我送你回家 哎 好 好 来 走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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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哎 哎 没有啊 行 挂了啊 嗯 徐凤 那个奶奶跟你在一块吗 没有啊 要不你问问妈 行行行 我问问妈 拜拜 哎 妈 啊 那个奶奶跟你在一块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嗯 行行 挂了挂了 拜拜 这是去哪儿了呢 调皮捣蛋的 可乐 我们去找奶奶好不好 去找找看奶奶在哪儿 来 哎哟 哎哟 走吧 走 找奶奶 奶奶 你总算回来了 小心 你怎么跟奶奶在一块 我在路上碰见奶奶 所以就顺便把她送回来了 你之前跟我说 你不想跟我谈一场 普通的恋爱 原来就是因为她 她是你跟杜凡 你别误会 我跟杜凡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我跟前夫的孩子 好 我明白了 来来来 如果你真的不想 跟杜凡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考虑来我的公司 你都是接得挺顺手的 干吗以为我是灰姑娘 瞪着王子救赎呢 太后 你说完了没有啊 我肚子都饿了 行 我马上做吃的给你啊 好了 那么我就先走了 行 今天谢谢你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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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谢谢啦 可乐 这使人家名片你 奶奶 你也真是的 你知不知道我打了多少个电话给你 我都快担心死了 你这 你这牌都不拿 我 我就是想出去买点菜 能减轻一下你的负担 别让你那么操心 谁知道 哎呀 这大马路改了 我都认不出来了 哎呦 真是的 奶奶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想帮我减轻负担 那 那这样吧 以后你出门我给你画张地图 哎 好啊 行 你休息会儿 我帮你做吃的 哎 哎 哎呀 没事 嗯 到底怎么样才能赚到钱 照顾安顿好奶奶和可乐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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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为了你跟奶奶 妈妈才不来这儿 跟她翻脸不认人的混蛋 一起上班呢 所以可乐你记住了 在这儿奶粉使劲吃 玩具使舊味 替妈妈争口气 李老师你好 我是新来的 我叫徐彩虹 哎 你好 这个就是我的宝宝 孩子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我们这里的玩具 每天都会消毒的 像可乐这么大的宝宝呢 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育儿 师来进行看护的 那按照公司的规定呢 像这样的孩子 会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 结果会反馈给你 每隔半年呢 都会体检一次 靠谱 嗯 那麻烦你了 李老师 好 没事 来 来 去吧 拜拜 拜拜 你看 你看 哦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太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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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你看 你看 为了可乐 我豁出去了 跟他们拼了 跟他们拼了 你不是瞧不起 跟我们一起工作吗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 又回来上班了 我回家以后呢 想了一下 我觉得深远设计的职工托儿所 真的挺不错的 所以我就改变了主意 我决定回来上班 是吗 不然呢 顾总监 你要是有什么疑问跟不满的话 你就问杜总吧 毕竟是他指定我 让我做他的助理 我警告你 记住自己的身份 摆证自己的位置 不要在杜凡身边 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 否则我随时让你走人 小夕 这儿有个新人 帮我教教他 让他知道身为一个助理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材料展示区域 如果客户有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带他来这里 挑选材料 前面呢 就是我们的会议室了 我们的设计师们 正在思考 一些设计的方案 他们这一个个的 看上去 既苦恼又暴躁的 这都已经在会议室了 挨那么近 不能商量一下吗 多浪费时间啊 我再想想二楼 这创我们的方案 小一点啊 遮远设计师 要严守的第一条 便是多看少问 第二条 则是切记胡乱评论 每个设计师 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 和思考习惯 轮不到我们指手画脚 而我们做助理的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行了 可是俗话说得好 三个臭皮匠 顶个猪个亮啊 我知道我是门外汉 我没有资格指手画脚 但万一有些助理 特别有才华呢 比如说像你 像我 你真这么觉得 当然了 我知道近深远 有多么的难 所以近来的人 肯定是人才 也非常的优秀 再说了 助理以后不都是设计师吗 为什么连建议跟意见 都不能提啊 顾总监说 我们做助理的 都还没到火候 还需要再历练一些时间 换句话说吧 就是像我们这样做助理的 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这什么规矩啊 噓 深远设计师助理 要严守的第三条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千万不要质疑 上司做出的任何决定 尤其不要跟上司说不 否则立刻开除 顾总监和杜总 虽说是公司平起平坐的 合伙人 但是一个负责业务 一个负责内务 在你的去留的问题上 顾总监才手握大权 所以千万不要乱说话 好吗 我以后为了赚钱 为了养护孩子 我绝对不人心 我做连者神贵 你看那些案子 基本上都可以见客户了 进展很顺利 就这些情况 好 对了 好 徐彩虹来报到了 我知道 你不喜欢跟这种 不专业又冒失的人 在一起工作 如果是碍于欧总的面子 那你交给我处理 我会处理得非常完美 那个小助理无所谓呢 可是我怕他搞砸 像徐彩虹这种人 赖泥服不上墙 只会误事 如果他弄错了 或者那个顽固的个性改不了 我自然而然会把他开除 你放心 好吧 都听你的 对了 吃饭时间到了 你陪我去吃 好 我刚好想吃黄鱼面的 走 黄鱼面 你怎么突然想吃这种东西啊 在国外 你不是都吃西餐 不吃这些的吗 对啊 突发奇想嘛 我下午两点要开会 我资料都还没准备好呢 要不我们改天再吃吧 好吧 工作要紧 彩虹 说实话 我真羡慕你 羡慕我什么呀 你能跟着杜总啊 不知道是几师兄来的福气 杜总可是我们设计界的 白马王子 年纪轻轻 就屡次夺得过设计师大奖 像他这种又有才华又帅气 既绅士又体贴的人 真是太完美了 看我干吗 你应该知道自己命多好了吧 我真搞不懂 杜总为什么会要你做他的助理啊 我怎么了 我就那么配不上他呀 这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 是你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嘛 那大家想不通也很正常啊 你想想啊 就是人家唐伯虎选世女 也不会选如花的吧 你快拉倒吧 他还唐伯虎 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薛平贵 只有脑子坏掉的王宝川才会被他骗 他以为装不认识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以为装高傲就可以当做以前的一切都可以抹掉吗 彩虹 胡说什么呢 没胡说 我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心中的大老板 根本就是一个既尖酸又刻薄 既无情又虚伪的脑残二百五 徐彩虹 你胆子不小吗 杜总 那个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怎么了 不说了 继续说 继续说 我也想多了解我自己 说 你不用了解自己了 我刚已经说得很详细清楚明白 听说你很需要 非常喜欢我们公司的托儿所是不是 所以今天之内 必须整理出 这些呢 是我比较常用的 所以今天之内 必须整理出 不如详细条目 你这是和尚头上挑狮子 摆明了整我 那么多书 根本就是笼子的耳朵 谁会真的记住它的位置 还有里面的内容啊 我记得 不信你可以考我 那你要是不记得呢 放你半天假 一言为定 那如果我答对呢 我就不信你都答得出来 好 这样 如果我答对一次 你就多增加一本书来整理 敢不敢读 如果你答错了 你就放我一天假 一言为定 好 我得先做做准备 灰都有三尺厚 看你怎么猜 这本吧 确定要那本 答不出来了吧 那本是一九八零年出版的 建筑艺术史 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 作者是建筑大师姬齐心 第一章就写了江湖时代 不相信你继续翻 翻到五十三页 怎么样 算你蒙对了 再来一本 这儿 一九五零年 AC AD 不好玩 快点 这本是建筑架构的革命 这本是建筑构构的革命 路 路的维希 奥托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本是建筑构构的革命 主管的革构构建筑构作者是雷杜拉 答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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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第四点抽出第一本 看一下 第一页写了什么 写破头也救不了你 上面写的是 对让丹尔顿的谴责信 这位同事 无耻地抄了雷杜拉的作品 所以说起来我还是对的吧 我不玩了 我还是老老师干活吧 喂 小心 你先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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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没事吧 你 你 你到中间那个抽屉 帮我拿一个止痛药 快点 药 我的头 好 杜烦 你怎么了 疼 我 疼我疼 疼我疼 纸疼药 药给我 快快快 吃药 你把他怎么拉 你把他怎么拉 我 我 不关他的事 老毛病了 我先休息一会儿 来 快坐下 好 快坐下 小心啊 小心啊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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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 等一下 跟我到客户那边开个会 小心 你今天好好休息 我替你去 不用了 谢谢 你要过好身体 不要累过头了 来 谢谢 谢谢 好些了吗 你没事吧 你 你有没有带药 要不我给你去买点吧 自从认识你 我的头就开始犯痛啊 也治不好 好心没好抱 你真没事吧 送我去医院 快 来 我背你 你背 来 上 走 你犯恶心吗 没有 根据你的症状 我初步判断 没有什么大碍 不过 还得等您的那个检查报告 出来以后再说吧 好 谢谢医生 嗯 彩虹 你先帮我去缴费拿药 哦 好 我还有些问题想问医生 行 医生 我最近常常感到头痛 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奇怪陌生的患病 就真卡梅呢 是不是代表我记忆恢复了 你的记忆确实有机会恢复 但不是百分之一百的事情 你要抱着平常心 不过你从现在开始要特别保护好头部 因为两年前那场车祸 你度过脑部手术 虽然生命是抢救回来了 但是 也造成了你的脑膜血管非常脆弱 所以你必须十分注意你的头部 避免再次受重伤 不然后果会很严重的 喂 彩虹 你开完会没有啊 什么 徐彩虹说杜凡头痛 让他陪他去看医生了 嗯 彩虹说他还在医院里 杜凡失忆的事 该不会被他发现了吧 老天爷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又不是演电视剧 怎么会失忆呢 杜凡 你个王八高子 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你凭什么在这里诅咒我 污名 我哪里得罪你啊 你怎么会知道我有强迫症了 你快在中间那个抽屉 帮我拿纸头药 难道我真的错怪他了 不行 这件事一定要问明白 我 我 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问你 我们之间会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是什么时候失忆的 是不是两年前 我 我 我们约好的那天 我什么时候失忆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想弄清楚 徐小姐 我们连朋友都不算是 你有什么资格问清楚 还有 我失忆已经让我很头痛了 请你不要再来烦我了 你不认得这条项链了吗 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喂 杜总 顾总监的身体好像很不舒服 又怎么样了 给他吃药了吗 叫救护车啊 顾总监他不让啊 药是吃了 但是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 他坚持说 等你回来公司之后 他才去医院 好 我马上过来 再见 走不走 来 泡口水 清清 你心脏又不舒服了 彩虹也来了 来 我送你去医院 走 不用了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明天那个客户对你来说很重要 没有客户比你更重要 看你的脸色 头晕吗 吃过药以后有没有好一点 坐下 我没事 我是老毛病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别紧张 一会儿就好了 对了 你的头还疼不疼啊 我很担心你 要不是我当时出车祸 你就不会错过动手术的机会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杜凡 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准说这样的话了 你我之间没有愧疚 我对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心甘情愿的 如果那时候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现在活着 也没什么意义了 傻瓜 没事了 没事了 薛彩虹 你跟杜凡的过去 随她的记忆一起消失了 顾欣欣才是杜凡的现在和未来 欣欣 你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地休息 懂吗 我不行 最近工作太多了 小夕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要不 让彩虹帮帮小夕吧 可以吗 彩虹 你这段时间好好帮帮欣欣 请 好 小夕 你到顾总监家收拾一下东西 好的 欣欣 你今晚就住在我那里 好让我照顾你 那怎么行呢 你工作这么忙又是不是头疼 我怎么好意思让你照顾我 就这么决定了 江镇公司已经说 这两天会派新的终点工过来 如果不麻烦彩虹的话 可以让彩虹兼职做回终点工 毕竟他熟门熟路 彩虹 可以吗 这 可是你明明说 我只是觉得 彩虹他知根知底 要是换了个不熟的人 我不放心 拜托你了 彩虹 行 没问题 只要能赚钱我们有什么不行的 好 就这么决定了 你好好休息 听到没有 欢迎光临 两位请随意挑选 好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 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睡一下 对啊 对啊 感觉还不错吧 不错啊 好软啊 我喜欢这个 不错不错 这个多少钱 一万八呢 没事 皆有钱 来 刷卡 好的 谢谢 西班儿 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吧 那不行 怎么说你现在也是创业的人 形象一定不能差 走 买西装去 那什么猪猪之前已经送过我一套西装了 要不就算了吧 你这么持家呢 那是 来 干吗 有话说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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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猪猪 你干吗要穿她给你买的衣服啊 行行 你撒手吧 撒手 让人看见了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 以后别人买的衣服啊 一概不能穿 吃醋啊 行 以后除了你给我买的衣服 谁的衣服我都不穿 如果你不给我买 我就裸奔 我怕你影响世荣 什么影响世荣 身材 去 哪有身材 两位好 请进 来 结账 好 来 结账 好的 小姐 不好意思 您这张卡刷不了 不可能 我这是金卡 不限额度的 真的刷不了 怎么可能刷不了 你再试一次 怎么了 他说我卡刷不了 小姐 不好意思 真的刷不了 您能不能换一张卡 试一试啊 我知道了 怎么了 肯定是我爸把我的卡停了 想断我后路 没门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啊 我自己买 上我的卡 谢谢 没事啊 别生气了啊 没事没事 乖 没事啊 我有钱 来 先生 您一共消费一万六千零三十二元 多少钱 一万六千零三十二元 有 有回宾卡可以打折吗 我们店最近没有折扣 行 一万六千多 不便宜啊 我真爱你 先生 这是您的发票 请签字 好 您的卡 行 行 继续逛吧 差不多了 走吧 走 天盈 今天可收获不少啊 天盈啊 我们呢 先去吃饭 然后再去看电影 你觉得怎么样 那吃什么 听你的 先坐下来 来 想吃什么 我帮你做 还是你了解我 我想吃 火腿三明治 对吗 等一下 我做给你 等一下 我做给你 杜凡失忆的事情 你已经知道了吧 对 我就不懂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其实不告诉你 是为了你好 你 你的泪 琴刻化作了悲伤的图 我会陪你 听你慢慢的 倾诉 你的心 你的心 我不必过分的 解读 我只愿 静静的融入 想说的 想说的 会在心中欺负 我只为爱 付出 对你身上 呵护 为爱付出 因为我在乎 那未来的路途 那未来的路途 如果在一起 那该多幸福 是我最深的感触 我只为爱付出 我只为爱付出 对你深深恒乎 为爱付出 我只为爱付出 对你深深恒乎 为爱付出 是我最深深的感触